今天這條視頻主要是想讓大家來幫我個忙 幫我的新眼鏡來選一個顏色 前幾天我不是給各位分享了一個 讓我覺得很哇塞的TOVER24年新款SHINE嗎 晶片雖然我已經訂了 但起碼還要再等一個禮拜左右 現在我就對這個鏡家的顏色有點猶豫 所以想聽聽各位的建議 目前這個款式一共有5個顏色 我一一的戴上來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是這支漸層色加黑色腿 這支怎麼說呢 它的光澤是這幾副裡面最好的 然後這個漸層色確實也很特別 但是你們看它這個鏡框其實比較厚 所以它這個不規則的紋理 給我戴上臉之後就有一種感覺就是 它的那個快撞感很明顯 所以我個人來說就不是特別喜歡了 我們接下來看另外一個 接著這個是一個透綠色加紅戴帽腿 這個配色組合 但凡它換到TOVER其他的款式上面 說實話我都會無腦入 但是因為這個色我一直覺得是TOVER裡面屬於 比較驚艷的一個配色 而且同樣的配色在其他款式的TOVER裡 也是我店裡賣的比較好的 但是它排名之所以比較靠後 是因為接下來我要介紹三支 在我心裡還是覺得更好看一些的 那麼接下來要介紹這個 第二第三碎位 其實它在我心裡的地位 可以說是不相伯仲 首先先來看第一支磨砂黑 這副放在那裏看似平平無奇 上臉之後也非常的樸素 但是我戴著它照著鏡子 我就覺得莫名的好看 確實這個眼鏡就很微妙 而且它還是個磨砂感 試問又有多少男士可以拒絕磨砂感的東西呢 加上經常看我視頻朋友都知道 我那些五顏六色花里胡哨的款式 其實還帶的蠻多的 換回一種比較簡單簡約一點的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嘛 好那麼接下來看這個是亮面的黑灰色 這是亮面的黑灰色 來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這一支各位一定要細看它的紋理 我跟你說它這個紋理真的絕了 就是你仔細看它這個紋理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有橫向的不同深淺度的黑色呀 它相似要灰色組合而成的 加上它這個不規則的分布 真的上臉非常好看 好那麼接下來看最後一副 最後一副也是我目前為止 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副 來就是這個藍色 我為了去找到一個形容詞 來準確的表述出它這個顏色 我還特地做了一些功課 然後翻了很多筆記之後 我發現海青藍這個顏色 跟它這個是最契合的 然後它這個藍色錢框裡面 還會有一個淡淡的水墨狀紋理 非常淺的 你不仔細看其實看不太出來 然後再加上這一圈薄薄的金屬內圈做點綴 錢框看起來真的很讚很漂亮有沒有 就是我已經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 去形容我喜歡它的一個程度了 而且這一款是今天帶的五款裡面 唯一一款近框錢框做了一個前後拼色的 錢框是海青藍馬 然後後面是一個深棕色 這一點其實也蠻特別的 雖然正面看不太出來 但是你透過側面還是可以看到它這個拼接的一個痕跡 怎麼說這個視頻拍下來 好像感覺讓我對這一支的選擇就更加堅定了 當然既然視頻都拍了 我還是想聽聽看各位的建議是什麼 那麼如果你都能堅持把視頻看到這裡了 不妨動動手指 參與到我們的投票中來 另外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端小鐘眼鏡 記得關注我唷 你的需求 我的追求 我是有溫度有態度的視線眼鏡主任 謙哥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